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1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是礼拜六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而言 应该都在关注整个开票的一个结果 但是要告诉各位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基本上股市当中 政治上的一个因素 除非它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政策的影响 要不然对于这个股市的影响 它大概就是只有半天到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因此对于夏老师而言 其实我更关注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在于说 当然大家会觉得在选后会不会有所谓的庆祝行情 但重要的当礼拜五的晚上 美国股市下跌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种一多一空的一个力道互相抵消的一个结果 礼拜一台北股市大家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好那首先我们要先跟大家做提醒 我们在礼拜四当时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重点 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就是说 在礼拜五的一个行情里面 如果说有高点的话 大家要先做部分的一个调节 当时我们左眼的一个重点 最主要是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来自于小时线的一个KD指标 它来到相对高档的一个位置 同时因为周五晚上 美国要公布一些经济数据 包括这个非农就业人数 等等的一些经济数据的状况之下 原本这一些经济数据 它就很容易造成股市的一个波动 所以当时我们是建议各位 在礼拜五上半场有高点的时候 你至少先做部分的一个调节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虽然说礼拜五的一个行情 它并不算是那种大幅度回测的一个走势 但实际上如果说你从 整个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我相信大家其实还是有感受到一些调整的一个卖压存在 好但无论如何 你有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动作 毕竟已经收盘了嘛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做也没有关系 那重点我们就回归回归回来 到底礼拜一你要观察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谈一下 因为有时候政治的一个因素 或者是政治的一个行情 这个的确不是夏老师能够事先帮大家去做预测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沙盘推演 就是说开高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开低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好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一样就如同我刚刚所谈到的 政治的一个因素所影响 大概就是半天到一天的一个行情 因此当这个指数呈现开高 基本上就是没有去反映美国股市的一个下跌的时候 我认为大家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尤其是你在礼拜五 你没有去做一些调节持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要趁着这个开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针对你手上的个股来做调整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 这个小时线的KD指标 它来到相对高档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你往上开高 它不是一个正常股市的一个轨迹 它是受到政治行情的一个影响的时候 开高它就很容易会出现开高走低 所以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往上冲高你要去做获利调整 然后等待所谓的一个收敛的买点 什么叫做收敛的买点 就是当这个指数 它真的出现开高走低的一个行情的时候 你要等到那个行情 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做破底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你再来做一个买股票的动作 这是开高你应该要做的相对应的政策 那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说这个指数 好那不论是谁当选 因为现阶段录影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56分 所以夏老师也还不知道结果 但它如果反映的是美国股市的一个下跌的话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它其实都反映的是同一个状况 就是小时线的KD指标在相对的高档 当它开始出现开低往下的时候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它会造成股市会有一个铸跌的效果 所以因为我现阶段在80附近嘛 所以你要等到它确定落底 比较好的时间点 应该是礼拜二的中晚盘之后 换句话说呢 一开低往下 大概就是要到礼拜二的这个12点钟过后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说 它的一个指标有没有呈现落底 行情有没有呈现质稳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还要再请大家观察一个东西 这个部分我把它写在我的一个分析稿当中 但是我们一并在节目里面 我就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以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 其实你不用把它搞得非常复杂 在月均线季线之上 你就视为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当跌到月线跟季线之间的时候 你要去知道 这个行情它不是绝对多头的时候 在操作上面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多空都可以 但是破了季线之后 当然你就要比较偏向空方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它基本的一个架构 大致上是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礼拜五的一个行情里面 月均线是11982 那收盘的位置是12024 所以假设它是呈现了一个回档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月均线的位置能不能够呈现防守 如果能够呈现防守的话 它其实会有利于这个行情从礼拜三开始 到这个我们封关日 就是下下礼拜一1月20号的时候 我认为它还会有一个往上挑战高点的机会 那如果回档的过程里面跌破了 那你要期待它在农历封关之前 刻意拉到这个位置的机会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小 好但问如何 反正这是两天的回档的时间 那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月均线的一个位置能不能够呈现守稳 那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如果是开低的 那你要知道这个行情会跌 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手上的个股比较弱势 当然你也要去做一个停损 或者是调整的一个动作 这是我们在 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先跟大家做的一个沙盘推演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但问如何 昨天1月10号 是这个12月份营收公布的最后一天 因此我是觉得说 投资朋友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还是以双增 也就是月增跟年增 买至于三增的股票 什么叫三增的股票 第三增是什么 第三年增就是累积的年增率 那我们过去不跟大家谈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反正 除非它真的确定大幅度成长 要不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年跟年的做比较 但是因为12月份营收公布之后 那年的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有哪一些个股在去年 它是绞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的 这些个股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选股的一个主流 不过因为今天的一个行情比较特殊 所以我稍待跟大家讲的股票 我会以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过的个股 然后我帮大家追踪它现阶段的一个技术面为主 那如果说没有谈到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开高你要找卖点 拆低弱势股要做停损 所以你要去分辨一下 你手上的一个个股到底是属于强势股 还是弱势股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不确定怎么样去做判断的话 那如果你需要夏小时的一个协助 你可以在假日的一个时间点 加入我们这个台股最前线 夏小时的一个Light的一个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ght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 Light的一个好友家族里面 那你有什么样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需要夏小时去做 去帮你协助的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跟我们的小编来做发问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加 或者是不会加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当然呢 因为我知道大家现阶段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就快过年了 所以要不然如果要加入的话 就过完年再说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这五天的一个行情 应该说六天的一个行情里面 如果说你能够把它把握好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先在过年之前 帮自己赚一个小红包 或者说是 你可以帮自己拼年终奖金 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发年终奖金了嘛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你年终的奖金 满不满意 如果不满意的 那没有关系 我们不要靠老板 我们自己来 所以年后起算 这个部分就让大家不会有这个疑虑 反正我们就从过完年之后再说 同时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提供大家买一送一 至于是买什么送什么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询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的部分 那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我们今天讲的个股大多都会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过的股票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也不要觉得说 老师 要不然你都讲过去谈的股票 要不然今天这一集就不要看了 我说真的 你不要把它关掉 因为我要教大家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做这样的动作 然后或者说是 我们去看一下在经过一天之后 我们在礼拜四跟大家谈的股票有没有做改变 那他的买进条件或者是你要观察的重点 有没有做改变 这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个股市之前我们在1月6号晚上的一个节目 也就是礼拜一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说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会觉得到封关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像没有剩多久 但是你看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要多一张就好 你可以也可以帮自己赚大概1万块钱的一个小红包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我有跟大家谈到 基本上我对于这一档个股 我还是看得非常乐观 这两个股还是觉得 我认为他会有一个挑战前两年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就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应该是在五盘过后 12点多了 那详细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发了讯息之后 因为我下午还有一件事情 所以还有一个受访的节目 所以后来我确定成交之后 我就没有再去看我们那个讯息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 我在12点多的时候 请我的会员朋友在164块 先获利出一半 出一半 我们保留基本持股 好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在个股的操作上面 绝对没有什么指数摆两边 个股摆中间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把行情考量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跟其他很多分析师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说 我每天都花很多的时间 在写这个东西 或者是在节目里面告诉你 我对于行情的看法 我们先姑且不论我对于行情的看法是对或错 这个你自己心中自有一把尺 你看一下我是节目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于行情的研判到底准不准确 但我们既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研判 我们该做什么动作 就是逢高 我们会去做减少持股的动作 这个是我在礼拜四的晚上 我透过大盘的一个方式 我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是不是说有高点 上半场有高点 所以为什么你知道我拖到12点吗 因为我希望看那个上半场的高点会落在哪里 那过了之后 当然尾盘有向上拉了 但那个已经不是我们的重点了 所以我在12点过后 我请我的会员朋友先做部分的获利调节 所以我请他们出一半 就在164 所以你看154到164 你说老师 如果加手续费没有1万块 好啦那也没有关系啦 9000多块好不好 但是这个是你一个礼拜 我们应该不能这样讲 甚至不到一个礼拜嘛 我是1月7号买的 然后1月10号出的 所以 呃 礼拜二买 礼拜五出 所以这是四个交易的一个时间 你可以帮自己创造9000多块钱的价差 我知道跟其他分析师比起来可能很少 他都告诉你那个 涨停板 然后两天两根涨停 三天三根涨停 但是 我不与置评啦 我们 呃 在节目当中公开跟大家讲过什么东西 我想我们就 照着我们跟大家讲的东西去做嘛 那至于说 我这样子讲好了啦 前面的回答 受伤都没有人要讲 然后 呃 礼拜三可能买了股票 或礼拜四买了股票 甚至他连股票都没有买 他就告诉你说赚了多少 这个如果你愿意相信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但问如何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做 呃呃 获利出一半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只会出两次啦 那不会说怎么出了一半又一半一半又一半 我知道大家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就是 有多少 呃有多少股票我们就是照照照照实跟大家讲 所以这十块钱我是觉得你是一定赚得到的 那至于说礼拜一怎么开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并来看好不好 就是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他的一个股价走势 那你从技术面来看当然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当时我讲过就是说 他最好的状况就是 他用震荡整理的方式让这个指标没有过热 对不对 但呃 礼拜五开了一个十字线 那十字线的部分 因为他量能其实并没有说放的特别大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我们把那个均量摆成22天 呃 他的礼拜五的回测 礼拜五的回测是量能是比这个 呃礼拜四当时往上攻击来的小 所以这个部分到 把它当作是正常的一个掌握回答 好在礼拜 呃下礼拜一 因为行情的关系 如果说他是一个往下开的话 好那你要注意量能 好量能的部分 呃目前是八四九五了 好这个是月均量好 但是他如果说有带 一万四六一四六六六 好因为这是一四六六是这个量吗 好他跌破礼拜五的低点的话 那这个股价他会回档哦 好他会回到当时这一根红K棒的位置附近好 但是回打回来之后因为基本面没有改变嘛 好所以当时我们讲说呃投信的一个买超成本 哎还是外资的买超成本 他是落在一百三十五到一百四十五块钱之间哦 这是我们在呃外外资了哦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 那礼拜五虽然说外资的部分有呈现小幅度的调整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本应该没有差太多 所以一百五十块钱以下我认为还是大家中长线的一个买点 那至于说会不会来到时候再看 但整体而言我先跟大家做交代 我们在礼拜五哦也是跟会员朋友做交代哦 为什么我们看的目标比较高 但是我们选择在礼拜五先出一半 最主要就是考量到行情的因素 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万一礼拜一哦 大盘是开低之后往下去做一个杀盘的时候 那你的手上的个股礼拜五没有出是不是很可惜 对吧当然你会你也可以讲说老师那万一礼拜一大涨呢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嘛哦 礼拜一的行情如果是大涨的话 他一定不是他一定不是正常的正常的行情嘛 什么意思美国股市下跌啊 美国股市跌跌的幅度不算大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不会造成行情压回 至少我们应该这样讲 他开低是合理的嘛 我这样讲大家应该认同吧 但是他如果往上涨这一定是政治面的因素嘛 政治面的因素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啊 但你去想就是说如果你有听孝师的 假设我们撇开选举这件事情不谈 你有听夏老师的礼拜五盘中你去出股票 你有没有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当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哦 还好我有出股票 要不然你到礼拜一正常的状况之下你会少赚嘛 对不对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至于呃另外的一档个股 这两个股其实我有建议我的会有没有出啦 但是因为我是觉得这一档个股的爆发性真的会比较强 大家会觉得老师没有什么成交上的股票 你跟我们讲说要爆发性会比较强 我这样子讲哦 第一个他如果今天是没有什么集团资源的股票 福茂科 他没有什么集团资源股票 然后就是一般的公司 我也不敢跟大家讲这一句话 但是你要记得哦 福茂科虽然听起来名字你很不熟悉 但是他是台塑集团的股票 台塑集团总知道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你说呃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嘛 比较重要的是呃去年12月底的时候 他的大股东福茂 1434的福茂 把他的股权转让给呃 2408的南亚科跟 2408的南亚科跟这个8046的南电 好那一个叫做南亚 南亚就很清楚嘛 就是呃1303南亚的子公司嘛 然后南电是南亚电路板 所以他也是南亚的子公司 好但问如何 呃这档个股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是请我的会员朋友挂37.05去出啦 那哎就在这个时间点之后 所以我确定没有成交 那当然如果你卖掉了 也没有关系啊 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你手上的比较多持股 我们都是单纯就行情在做考量的时候 呃你要你真的出道也没有关系啦 但以我跟大家讲的价格应该是没有出道 但问如何啊 你看哈现阶段原本福茂福茂是最大股东嘛 董事长王文渊原本是持股比现在要高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呃南亚科现在已经变成32%的股权 哦记得没错的话福茂应该原本持股40几%啦 哦然后他转让了呃给南亚科然后给南店呃 这边没有看到南店好没有关系 反正呃他把股权转给南科南亚科之后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礼拜五南亚科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说 他的制程突破了10奈米哦那老师那个台积电都要弄3奈米了现在来突破10奈米哦 金元哦对不起记忆体的生产不用用到这么高阶所以他其实等于是跨往前跨一步 那现阶段最大的股东他自己旗下有封测公司你觉得他会交给谁 好我就不要去谈那个呃什么呃记忆体报价调长什么事情那个我都不要讲了 你光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会交给谁 所以为什么在记忆体族群里面营收能够创近期新高的股票其实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这么多啊 就大家都讲报价反弹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而且反而成本就在这里嘛 所以当时我是有请会员朋友挂架那我是觉得没有成交没有关系所以我没有请他们改好那应该是没有成交啦 但问如何我认为这两个股后续的走势应该还会是比较正面的哈 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在礼拜四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各赌是2448经典 我们先讲重点哈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下筹码有没有变好筹码部分2448的一个经典在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法人买超第二名吗第一名应该是3481的群创对不对过去这三天 两万五千张好我想我们不要把时间抓得太长 因为当时我讲10月23号那那时候其实我要告诉大家重点是331跟法人的成本没有差多远 好但没关系我们直接来看过去三天嘛因为过去三天买了两万五千张 我们直接来看过去这三天的成本在哪里 这个可能会比较贴近于大家现阶段比较想要看到的一个部分 所以是从0108到0110嘛 三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外资的成本在哪里 买最多叫新加坡瑞银 新加坡瑞银这个过去两天都买超 然后瑞士信贷这两个买了八千八千就加起来就一万六 接近一万七了嘛成本多少32.95跟32.79 礼拜五的收盘是多少33.3 你现阶段你假设你是买在收盘价的 你的成本只比过去这两天买了一万七千张的两家外资高大概四毛钱 我说真的啦你也不会一次买到一万七千张啊 所以这个好处在哪里 好他们如果真的假设他们认错看错停损了 你就跟得出嘛 对不对啊你说你停损至少有这两家外资赔你啊 对不对 虽然说心情都不会太好 但是你会知道就是说啊不是只有你做错 然后外资也做错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这一档个股我不认为 时间点拉长之后我不认为他们会是错的 原因在哪边 回过头来还是这个部分嘛 就是 他虽然不是三增的股票 就是月增年增累积年增 但他是一个双增的股票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他12月份的营收是3.5亿 月增4.86年增3.54年减 百分之21.48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在谈营收的时候 我有谈过另外一个叫月增年减 当时你记不记得我怎么跟大家讲的 为什么月增年减跟月减年增 他都是有一个是减少的哦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的是月增 而不是看的是年增 因为月通常走出谷底的股票 比如说之前的被动元件 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个记忆体 他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都是月增年减 因为去年的基期太高 然后经过一年的修正之后 我走到低档 所以我的营收 第一个我比上个月成长 然后第二个 我算比去年同期减少 但是那个减少的幅度在缩小 这个代表的是走出谷底的契机啊 所以对于金店来讲 我认为这是一个走出谷底的契机 那但是我当时我有跟大家谈到嘛 我没有叫你 我没有叫你 叫你礼拜五买哦 所以我讲了嘛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的股票 有做就有做 没有做 我也不会跟你讲有做啦 有些我知道大家会习惯 有些分析师会 明明没有做的股票 讲的好像有做 反正有讲就好了嘛 那问题是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一天包括我连线啊 那个非凡都会问我 五档资争价强 或者甚至最多到六档 我一天讲六档股票 就是应他们要求 我解的六档股票 然后一个礼拜五天嘛 几档 三十档个股啊 当然中间可能有重复 难道我可以把我 讲对的通通拿出来讲吗 这样不对嘛 因为你的会员没有这样的钱嘛 你如果没有交到那一档个股的钱 你讲那个要干嘛 投资同学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 我也跟你谈到 我不是要你在礼拜五买 因为这一档个股要看到礼拜二 所以有机会我会带你做 即便他礼拜五的股价是往上涨的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那时候我讲的是 月均的扣底吗 月均扣底这家 在这里 礼拜五在这一天 礼拜一在这一天 礼拜二在这一天 所以你只要守住就好了 你不用攻 你只要守住就好了 你的月线会翻压 所以我说 这个部分 大量区 他不好过 他只有两个方式可以过 一个是带带量冲 一个是让趋势来帮你 所以我讲的方式 带大量攻 有没有攻 这个不是我决定 这是要看 有没有阻力要去点火 但是 但是正常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让技术面来帮你 所以既然是两天的时间 那就看两天 看到下礼拜二 所以你看到 这两个股 今天早上去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反正就是 就是你看技术面是一样的 他没有变 对不对 那没有变 你就等 难道你每天都要做股票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大家 包括 有些会员 因为 那天 有会员请我帮他解一档股票 然后说 说我的操作稳定 但是他希望快的 但是快有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定义什么叫做快 就是你看我们在12月份 做的很多股票 包括宣德 包括9元 大概就是半个月 包括像是亚光 大概就是两两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左右 他会拉到一层左右的幅度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的幅度是觉得是快还是慢 当然有人觉得 当然就是你们就看习惯就是反正老师应该每天都要有掌平板 但是其实你自己心中明明知道那个事情是做不到的 那个事情不合理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看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标股啊 对不对 你说你说大型人气股最近最标好像郁金光啊 那郁金光就他就不在我的选股逻辑里面嘛 我就说上半月你就选那个 上半月你就选那个双增跟那个月增年减的嘛 对不对 你不是说每一档个股都要做你家里不是开银行的啊 你不说每个股票都在做啊 投资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为什么找不到 在哪里啊 在这里啊 他是月减年增嘛 现在他就不是我要的啊 投资朋友你懂吗 就是他如果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来做 如果不是成长的时候就不要做 就这样 你去想一个问题 昨天公布结束对不对 你看我们我们先不要谈其他的 我们看双增股的其他好不好 我们要扣表头 所以要减一哈 这是国小数学问题嘛 这不用讲 650吗 这也650吗 所以你扣表头 所以是649 一共有多少家公司缴财报 你看这个部分哈 呃到尾巴是1720 因为你扣表头嘛 1720 1720有649加他呈现双增 投资有不够你做吗 对不对 你还要加月增年减这种脱离谷底的呢 那这加起来超过一半啊 就一天多张股票你不够选你一定要去选那种富贵行中求嘛 对吧 所以当你我举的例子是说举例子是说啊他是真的那个怎么讲就是 他股价是有我讲的啊 但是我说真的啦 多数大家踩到雷的机会比较大 对不对 其他股票我不谈啊 例如说你看像雅光 雅光的部分这股票我做过嘛 我承认啊 但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做是什么时候做 下半月嘛 因为那时候我跟大家谈的是说 我要做的是下半月做的是题材股嘛 所以你看这是20号嘛 这个应该是脱离营收公布的那个股价范围了吧 对不对 20号我买在这里 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应该这一天全部出光 27号五天的时间把它出光 然后100出一半 106出一半 所以平均价格103 好啦就好啦 不要说出一半 就让你出100块好不好 100块应该是这一天啊 三天的时间让你赚10块钱的价差 那你赚到该赚到的就好啦 我知道报一个大波段感觉起来 好像会比较好收会员 因为那个绩效讲起来很惊人嘛 三成五成一倍 问题是说你对于投入的投资朋友 一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办法报那么久 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说 那股票如果涨三成五成一倍 然后你都没有出 还要继续凹下去 万一它跌回来呢 结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还是赚 十几% 二十% 那你为什么不在 短时间之内赚到这个获利之后 你就把它出场 那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就运气好啊 你出掉之后 它股价就真的跌下来 这不是运不运气的问题啦 这个我当时我有跟大家算过技术面嘛 我要等它技术面修正啊 那既然 既然我要等它技术面 我就出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部分 我说前面好了 你前面没有出到没完 你这里是不是应该出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至少要走七到八天的回档啊 啊七到八天回档 你看这里不就全部都避开 全部都避开哦 不是说 不是说你还会怎么 什么什么要不要怎么拉回买 倒卖点 都没有 你就是避开那一段 就跟我们那时候在讲大盘的时候 你避开那一段你就赢人家了 因为人家的钱套住 你没有套住 你就可以做股票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个股 像智茂 智茂当时我也是讲礼拜二嘛 然后他股价那天小涨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会跟你抢我买的 因为就真的还没买嘛 那当时为什么是讲 礼拜二 因为这个他不稳定 因为这个他会随着股价上下跳动 因为他还没有把最高的都扣完 但是 我当时讲的是说 我们要等这个黄金交叉 对不对 但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是最慢礼拜二 他会出现黄金交叉 好 那目前为止 礼拜一很接近了 那如果说 礼拜一行情回档 那股价打回来 你是不是也不用做追稿 就操作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用把它搞太复杂 每天都要做 我说真的 那是我们做头顾老师 你怎么有时间 每一分钟都 都订在电脑前看板 看他的枸杞怎么跳 没有啊 你都不是每天 坐在电脑前面看盘的人 就好就算你每天 我每天买 教育党股票让你买好不好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搞不好那股票赚钱的时候 你没有 你还没有出道 搞到最后你变赔钱 对不对 股票本来就档数就比较多嘛 就三到五档 差不多啊 我觉得你加入夏小舍会员 我好像也很少 我几乎没有买超过五档以上的时候 为什么 不是 不是 不是大家比较好分配啊 是你看 我只有两组会员而已 我买了 好 各买五档就十档 超过之后 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时间 我都没有办法看好不好 我怎么带你做 对不对 你自己有印象嘛 你如果手上库存很多的 我问你啦 那一库存 我记得有那个 有那个 传各款 我好像解过那个 四十几档股票的 我问你你怎么看 对不对 我问你你怎么看 对你没有办法看啊 你没有看 没有办法看 你就不可能会赚钱 因为 因为 你会错过那个 最好调节的时间点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大致上是如此 就等嘛 有来就来 没买到 没买到就算啊 对不对 就没有损失啊 新项原则上是这样子啦 这两个股 因为我的 这两个股当时 我是跟大家讲说 它会直接上嘛 但是 那时候我也讲了嘛 因为我认为 礼拜五 它会有风险 所以我没有做啊 好 我也很明白告诉你 就大家每个人 今天 这个礼拜五 大概每个人都讲 心象讲到飞天的 然后问题是 我一样我有跟你讲 但是我承认 我跟你讲 我没有做啊 对不 为什么 时间点就不对嘛 所以你看 这两个股市场很标准的范例 就是 冲上去 留上影线 很简单嘛 大家都在看参技 参技上条 也不知道 会起来的 我问你啦 算了 不要乱讲啦 反正就是这样 你觉得谁当选就一定会涨 谁当选就一定会跌 你也讲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 美股要公布经济数据 你干嘛要拼啊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告诉你说 啊反正选完选完之后还是一片荣景啊 不要怕什么之类的 我说真实的啦 今天你讲这种位的人 因为钱不是他的嘛 钱是你的啊 拼过就拼过 拼没过就算啦 反正他不是他的钱 对不 所以有问题或者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我好像行情怎么会一下子上 一下子下 我没有对于行情改变我多空的办法 但是多头总是会有回撤嘛 空头总是会有反弹 现在没有空头到时候再说嘛 但多头总是有回撤的时候啊 回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出 尤其现在一万二呢 难道你要做大波段操作吗 对不对 这时候比较难嘛 本来就是只有 虚间价差的操作去做掌握 那最后我再提醒大家一档个股 你看 一星期的时间 再说一次哦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原项 原项只有三 四天的时间 你可以赚十块钱的价差 但同样的 我说真是 你要没贪到没贪 没贪到就是 下一档 就等我们的下一档 但是 你如果该出的没有出 你会影响到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只股票我有讲吧 1月6号 那时候我认为 他应该会 应该会有反弹机会 但是最麻烦是什么 就是没有啊 但是我至少我有提醒你说 当他破线的时候 你要注意嘛 对吧 这个已经破趋势线 因为收敛三角形到末端 当他往下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这个会是大的 所以你看 1月6号是100块 到拜五是多少 礼拜五的红杰克是多少 89块3 一个礼拜的时间差10块 所以你去想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在礼拜一 你把红杰克卖掉 礼拜二 你去买了原项 在这个过去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过去之后 你少赔了10块 多赚了10块 一来一回是20块钱的价差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算价差 而是 你在股市当中 你要去创造财富 你就是要赔的比别人少 不会没有赔的时候 但是你要控制你的风险 赔的比别人少 赚的时候你要赚到 应该这样讲啦 该赔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大赔啊 该赚的时候你赚到 你累积起来 你就会赚钱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我也是 我知道可能有些投资朋友 比较辛苦 没有关系 真的 如果你要短期 那就那就短期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如果可以 在你的经济状况 允许的状况之下 你要参加 我希望你能够把天骑 拉得稍微长一点 因为 老实讲 看不出什么东西 或者是这样讲 就是说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你能够赚 但是你的获利是有限的 重点是你要一直延续下去 累积起来才会惊人 所以这个部分 我知道大家考量的重点是 过年马上要到了 感觉好像现在加入会浪费 两个礼拜的时间 没有关系 这两个礼拜就算我送你的 年后期算 而且我们会再提供买一送一 所以如果说 投资朋友 你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说 你有手上持股 有问题的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透过 包括Lite的方式 包括电话的方式 来跟我们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月11号的台股最前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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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